欢迎大家去看今天联伯的英伦LOT shots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集的英伦LOTEE 继续有方展博和高手高手高高手 跟大家做节目的 两位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都未知道美国的大选是怎样的 可能要下个星期去评论一下 那个情况 究竟老河在昨天一集说的 这个预计是坚定留 但是有一个预计 我真的猜不到 这个保守党 刚刚选了一个党魁 展薄卿就说 党魁的意义 党魁的意义 党一点灰 很像楼盘那样的 天晒 天 党灰 灰是灰色的灰 好 你看他的卖相多可爱 你又不可以这样 因人废然的 人家什么致都未做过出来 不可以这样的 但是我真的 憑这个时势 又选输了 变成在野党 党魁不灰灰 是不是 然后他上了一场之后 现在党 其实他是四万多跳 对五万多跳 其实党分裂了 魁不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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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的往迹 或者他将会做些什么呢 暂时就未研究太多 没有什么 读书 没有什么去做些 做些什么 什么 那高手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他很柔的 我知道他是很柔的 他很柔的 他叫做帕丹拿 帕丹拿 不是帕丹拿 帕丹拿 对了 不是帕丹拿 没够 OK 帕丹拿 对了 高手怎么样 高手 他很柔的 还有 他有时的言论都惹火的 所以 其实我觉得 有过这些人物出来 你现在这样顶着工党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的 因为既然你都做 要跟工党 为什么呢 打对台 就一定是有声音 就要靠一些 我想 这个时候 尤其是工党做些事情 他就像自尋短见 那样 你又不用太过务实地 去跟他对着 反而要有些声音 令到大家觉得 其实工党是不能找的 我觉得是要有这样的人物 走出来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个策略 找他出来 说一些极右的政策 就很正的 为什么呢 白鬼呢 很聪明的 白鬼呢 我就很记得有一次 在我们温哥华这边 有一个国会议员 赵錦荣 那他呢 就被保守党那些人 推了出来 搞一个叫做 外国代理人的法案 而呢 这个法案呢 基本上就是针对俄罗斯 伊朗 北韩 中国啊 就是总之在加拿大里面 搞搞阵的呢 就要登记这个 这个 那这个法案 推了出来呢 他就被很多的 中国的移民 中国人 就围吊 就说他呢 破坏家中关系 那方面的东西 就在选举里面 就丧失了他的一个议席 OK 但是呢 如果要搞这些个位置出来呢 为什么他们找个有色人种 或者是那些 或者你针对那个国家的 那个国籍的人 推出来呢 其实某程度上呢 就是一个战牌 来的 如果我一个白鬼走出来 这样去说的时候呢 等一下又说你法西斯啊 又说你极右啊 怎么呢 他就一定要找回一个 以比之道还施毗身 是吧 这样的一个种族的人呢 就来顶住 那所以他在一些 很极右的政策里面呢 如果找一个 龟化了的非洲人 哇 他吊你了给他 提倡保皇室啊 传统价值观啊 支持宗教啊 反对堕胎啊 甚至无啊 就是一些弱势社群啊 非法难民啊 中东难民啊 吊你了给非洲难民啊 来搞搞 就没想着帮衬 你想想这些东西 在一个白鬼的口里面说出来 还是在一个 龟化了的非洲黑人里面 黑人反的那些 非法移民啊 黑工啊 喂 尼德 就是那个捍卫 那个精神 他真正在捍卫 他说的是 不是论准族 不是论性别 而是论那个理念啊 你是那些的 左交啊 或者是那些 反右分子啊 是完全吊你了 你不可以用针对 说你大白人主义 法西斯 种族主义 这一样东西来针对他 我想是有一些 高明之处在这里 我突然间给你讲通了 我就明白了 嗯 在香港都有这样的角色 就是屈泳怡 为什么呢 一个地道的香港人传媒 写一些这么狠狠的东西 是 然后很狠狠的爱国 就是这么狠狠的爱国 OK 就是代表着什么 他香港人这个都读的书多了 但是他也是这样看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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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喂 如果他是一个这样有色人种 他在一个过程里面削有色人种的权 是 或者去减有色人种的福利 或者去对有色人种做一些叫整治 是 或者去回女性里面 去回一些传统一些 保守一些的 是 不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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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 要申请的 那些 你明白吗 是的 就是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的手法来的 我觉得是 有 有 有办法的 有些人是想过的 就是 在他推出一些极右 啊 反移民啊 反弱势社群的一些福利的 一些主张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两个屌他 因为他在英国人的利益上面 是 发声 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归化了的小蜀族 他也认同回传统的英国保守的价值观 你是屌他不申请的 你没有东西屌他 你明白吗 是 那可能我觉得都贊成他这一步企 OK的 那那个党没那么灰 你真的没那么灰 所以 所以 不会因人费言 英国佬很冷静的 英国佬每行一屌 屌你后面有十九几屌 你是要明白他解毒他们的屌你 你给他解救的 这个民族真的很聪明 尤其在政治上面 是 那我们看一下王子那边 不是王子 现在是王帝那边 王帝 王帝的小弟 是啊 王帝不是搞下面的小弟 而是搞他的真正的小弟 是啊 又剪掉他这个budget 又踢他出这个王家庄园 你想想省下八九几万磅的津贴 那我自己觉得呢 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 原来王室里面 就是童室江哥 或者是谁要登大宝 其实就是那些庞之习业 那些什么王阿帝 王阿妈 全部那些 一大群那些 你要把他帮助 帮助 帮助 那些优秀 挂持 暫甲 挂住 椒是這樣的,若然你看到它開花,有兩梳,你就撒走了一梳,剩下的那些肥料就全部穿進去,剩下那個梳那裡,就OK的 所以我們有一條崩州是正確的,一條崩州就不想定了,一條崩州就是進乎過程 他弟弟中椒,一個是中椒,一個是食椒 是啊,他也不肯抵可憐,說真的,他也第一,之前娶過垃圾老婆,緋聞已經多,沒什麼用,又搞搞鎮,沒什麼光顧,經常跑去煞煞滾 近來雲菁文在女王在山前,安排一位娶爭,裤子,就是撒雞就撒雞,有一個要當沮鬥 siendo汁很滑 尤其就是皇室出動平息這势,皇室出動平息這枝電彈符 idee打黑, Strom ten ball is not able to make more than paid 但让皇室出動平息這势敦斡,你猜說是不是被弄去負稿 這樣就唯狠而已,這種就無法逃損 但是就已经被人招议口实 就是你面对人家的acquisition 你又要这样这样的私底下摆平 是不是心有事 那已经是认定了你那个个人的声誉 是对他们黄色的正统 特别是现在阻交当道的时间 喂我们纳税人的钱 养你这帮大食懒之余 天天就上塔莱花边新闻 现在你还要搞了小孩 那么道德败坏的陆家产 怎么值得我们拿钱养狗你 那我想英皇都要在一方面去想 是将他的保住皇室 棄居保税 那这些大食懒 又或者无不事进生产 又或者吊尼罗比亚 那么多佼佼镇 没人帮衬的东西 扔走他 好像你说时计 将一棵小树削 那些吊尼罗比亚 让那个主干可以多些的营养 是啦 那现在这件事呢 其实安德鲁王子 都很多东西埋伤的 你说初期那件事 和爱佛斯坦有没有关系啊 有有有有 就是整个堆嘛 上个岛那里一起玩 是啊是啊是啊 那件事其实是 民主党那边的人 的人物去全部摇摇摇摇摇摇的 给我听说我解释不了 总之他死了 就是他牵涉的太多名人了 在那个岛那里有份玩的 那要保住那些人 就一定要一个死人 就不敢说话了 不是 死人就是最肯保守秘密的证人来的啦 是不是 是啊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阿鲁如果上的话 这件事会不会撩出来再谈呢 那你知道黄室都闻到糯了味的嘛 那那去就 就是跟他弟弟撇清关系啊 滑清了一条界线 可能就是 因为韩国一场就废了事 有什么大件事 丑闻再烧的时候呢 就烧了过来黄室 现在他们的状态都不是好的 因为民望没有特别高到啦 自从英女王死了之后 他登基 没有人 没有交人理解他 就是他都没有怎么样 人衰黑臭部朋友 是啊 然后 阿K就生癌症 工党上了之后 工党又不能破他的 一向都是不是 所以他是如 什么 如在针尖 是如你薄兵 是啊 整件事 所以他立刻要把所有潜在危机的东西 都要撇清楚的 就是这样啦 那么他有他的智慧 也有他的眼光 有了一些智囊他说的啦 王室都是 就是另一个智头的party来的 但是 这件事你看到啦 阿川普 也都是很大呼声是上 所以他们才会同步谈这些事 明白 明白 那么高手 就是 我们也都知道你呢 近来在MK里面有些事发生了 是吧 那么 很难得呢 在MK里面呢 有人呢 就是 怎么样啊 上街示威哦 你是个专家来的嘛 现在见到MK有人上街示威 可以赠你那一份 是不是感觉到好像 back to Vietnam 那种的attitude呢 其实就是巧合来的 话说刚刚10月底呢 我那个区的Resident Association 就开了AGM 那他们就重选了个Community 那刚好那个Chair呢 之前一直都不理我 直到他工党上台之后呢 他们被人削了很多拳 那接着就换了另一批的 有个调势的 换了一批年轻的有个调势的 那我跟那些年轻的就好调一些的 那就告诉他们 因为其实例如开一些会 喂 还是好像以前那样 只拿着个麦克服在那里 在那里说 看不知是说什么的哦 你会不会做多一些东西 譬如那些PowerPoint去设计一下 那我说我有一些工具 其实是可以帮忙的 那我就预备了 香港以前的那些大妈播放器啊 还有那些Projector那些呢 那帮他做了一个Presentation 那当时开会就 真的帮了他去开会啊 很顺利开了个会 那那个车子就 就联任班 继续坐回车 那样 那在会里面就提了一样东西 因为这件事就旧病了很久的 那我家里附近就有个Hight Street Hight Street Hight Street 其实是一些里尼湯Center 那样的物体 那其实很多的店铺 主要的店铺和食店都在那里 那大家都会在那条街上消费 那条街其实那些行人路 阔到那里大概都超过五米 五米阔的 是啊 我走过了 很冷闊的 记不记得是滚过街啊 是啊 我们象征还原 帕链 在尖咖咀走帕链 是的 其实他是想多一些行人 可以舒服一些 可以走就滚入 或者多一些event的时候 就在那些行人路上 可能有些groove啊 一些摊档放在那里 那话说那些车 那些车就叫来园厅横 就那些人 因为近一些店铺 直接上行人路 跟着店铺 然后就下车去买东西 那这些很合适 因为UMA、DoorDash、DeliverWool 那些的做法 一走上去就拿那边 就走那些 是的 就是整条行人路的车 我试过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跟我老婆去iTree 突然间橫 我们走到行人路 突然间在我的右手边 有一架车 右边有架车 橫轎地转向来 在我不够半米前面停车 就好像贴着我大腿的停车 我又不是吓一吓一吓一吓 我就冒着他 我叫你去踩死我 就是过分的 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 很多车 一条街上是拍了几十架车 我看到那些居民很不满 就觉得没有规模举 可以这样 好了 那些人都已经跟Council 去交手了 我估计Council就好像我那一套 在那里耍 那些人就不懂得怎么跟Council去tackle 于是这件事就继续不了了之间 一直继续恶化 好了 那这一个Resident Association 就是大家拿了一些意义 就是说 你Council上场 就是你现在Resident Association 你拧任了 那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办理这件事 那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 就跟Council 和警方申请了一个Protect 就他们担一些椅子 就坐在行人路那里 就不让那些车 车上来 我觉得你是在背后煽动的 你在香港没有不够 可以再煽动别人上街 现在你走到英国 煽动别人上街 你那样 我觉得你是搞断英国社会秩序的 煽动这个字不够到位 煽惑 煽惑他人担笨仔 防止被车行走上路 就是上行人路这件事 都不可以做 是是 你看看徐宽 都想我们在后面煽惑群众 要做一样东西 你和小朋友 那 那 那其实我都有问 我都有问过 我都有问过 喂 你看看伦敦 这些相机到处都是 只要你走错那条巴士线 或者 都罚到你悲喜了 方哲宏 突然间高手 MK2为什么一直都是职弱 cancel不够钱 就是因为他不打算安装相机 你这样一说之后 MK2到处都是相机 然后cancel就开始肥仔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一些按钩 我说是习惯了一部相机 有牌工款 我告诉你 还有 就算收了一张罚票 我转了牌子 你已经吹了我不能穿了 已经是 不 他们的 伦敦的相机很厉害 拍摄你的时候 除了拍摄你的车牌 是拍摄司机的样子 OK 所以我告诉你 是没得走的 好了 然后我就问了几个问题 很简单的 因为 他们有些 比如说香港 香港的抄牌 有两种可以做的 一个就是警察 一个就是咖啡精 是的 好了 他们这里就没有咖啡精的 那些警察又不做的 那看来就将这件事 outsourced了 有些类似的 有些专专的绿色制服的 插牌員 插牌仔 插牌仔 那些插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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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插牌仔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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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我插牌仔 喂 那牌仔在那里 那牌仔在那里 他说不对 我说不可以 你把牌仔在那里 那些插牌仔在那里 那你才能做到事 你这些人工就是这些地方来 他说不行的 我插牌仔 我插牌仔 我说不行的 我要劝劝他离开 我心里是神经的 你劝劝他离开 我这次不怕 下次不就再来过 那些人愚蠢得这样 你任由他拍拍完之后 等他下车走开 就转去把那张插牌仔 原来这里插牌仔 好像三十多百元 真的是文化冲击 聪明和按钩的人 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真是火都来 原来这些这样的抄牌员 我有问过他们 我说是谁请你来的 我说是Council 请他们来的 实际是 交通部 outsource 这些地方 等Council 就给钱去请这些人 那手抄牌 那问题就是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这里为例拍摄 拍得多的 你怎么就 举个例子 头个月 头个月 每个星期来三次 好了 如果头个三个月 开始有改善的 第四个月 那你就一个星期来两次了 再好一点 一个星期来一次 那你就可以递减了 那些东西 回来 那个feedback 就是说Council 没有资源去请这些抄牌员 我心想哪个说完这些扑街 又是工赌那些人 很简单 你说没有资源 其实最好就是怎么样 最好就是 有些好像我们这些 退休没工作做 找人在那儿看 星期一 星期三 坐足七天 记录一些时间 看看有多少车拍在那儿 你计算数 计个business case 告诉你 星期一几点至几点 星期二几点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其实如果你持续这几天这样的测 你就可以抄多这么多牌 然后就跟他说 如果一张三百页 这里有这么多张 够不够預算 去请这些人回来做 如果有人肯做这个business case 我觉得Council 是没有声出的 大家知不知道 郭咸诚为什么有牵慾合 就是因为罪案太多 Council做不忍切 所以蜜蜜合就要出动 外判了被主要 你看到高手 现在他的造型 他即将就会打到蜜蜜合的头 然后就去拍摄 抄一张牌子给你知道 他都是做拍摄子 也不出奇 抄牌子也不出奇 那是不是Council都是不理 所以民众就决定了 等着小孩去坐在那儿了 没错 没错 我会觉得那种官僚 你会见到工党那种不作为 因为我国区都是工党 你会见到工党那种不作为是很生气的 高手有问题 玩大些 这里有没有那些好像 那些什么 香港的什么专业公署 这里没有的 这里没有的 即是说如果工党都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以申诉专业公署 申诉专业公署 然后就说他根本上是大食懒 做官做得很糟糕 问题是你抄牌是提供Council的利益 就像伦敦那样抄得这么好 那就减少了倒垃圾费 因为你们如果拍车 所以我倒垃圾费就可以省下了 原来 这个抄牌 我第一次抄你 就是320港元 30多磅 好像是35磅 如果你不知道5日或7日交 一变就变50多磅了 很便宜 我们这边抄到100磅了 我记得 是的 所以高手继续爭取 这个要靠你了 这个MK 种树种花 都是这些钱收入 都是靠你去争取回来 好过印银子的 其实你请个人回来 他一天不停写支票 就是贴在别人的车头那里 你当五架车里面 一架收不到 你都是免费的 这个给他的产质 分钟比这个司纪然更厉害 真的更厉害 这个司纪然 只是收别人的什么送礼 然后就在那里勾扣 收那份公帑 然后他退休 还要出个手上的钱给他 我吵他老闆 他已经是上了神台了 他什么东西都不用管了 乱勾做都可以了 你就算踢他下台 你好像是他卫斯 那样 命短短过山菜 都是可以长出粮的 没得做 你看到那些火都来 你就让他拍拍 你还把他卖给他 你还劝完他叫他走 那些人工就白出了 你要明白到 左交思想是很奇怪 不是正常人的一些思维 你要体谅这些 跟白鸡的人士 你不要跟别人比较 左交的思维 也就是分道了那些人 很重要 你又一步一步 在内里里面 碎店的人觉得这种思维是OK的 多些群众支持你 然后才可以改变到 这个是一个很漫长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一个极有的世界里面 生活长大 我们的极有的思想 比英国本土 可能是更加多了 五十年都有 百分钟 你想想香港的税收 百分钟 那时候拍得住英国的税收 这么多的 很漂亮 我们不是有一个极有的思维 其实香港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 因为是蓬勃进仗 和赚钱 和财富准备 所以他们在那种的慢 不要搞那么多事 披兴 要节奏 或者与人为善 这种大爱包容 这种想法之下 其实他们和我们这种想法 是差了很多年 所以一定要给他们一些 patience 不止 差了很多年 我想告诉你 我只要拿一个设计 那些设计 我只要拿一个设计 那些设计 那些设计 我那天想要试机 再拿两件 一个是一个子弹 一个卡通 内置了一个电器 内置电的设计 那我拖了行李箱 去给他们试 他一看 哇 你的东西很高的 我说这些东西 我做法团 我做了六年 现在我来英国来了第三年 即是那些技术 是十年前的技术 我拿了十年前的技术 你觉得很高的技术 我说你们没有搞错 算了 你查看他们没有帖子才算 可能这么大个人 离不开那个MK和伦敦 别想那么多 好 我们说 另外一个题 我背后面有很多黄金 我要和两位高手 请教一下 香港 现在就要搞一个黄金买卖中心 要挑战这个 纽约和伦敦的地位 那我就在想 那我们哪些人 来和我们去做黄金买卖呢 原来在2019年之后 俄罗斯 特别是他 当他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很多的黄金买卖 就被制裁 在杜拜那里 他卖不到东西 那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所谓的宏愿 在李家超的施政报告里面 大力主张 要将香港变为黄金交易中心 就是一个想法 其实是开了一个facility 开了一个绿灯 就是灌了水 耕耕了田 就被俄罗斯人来香港 买买一些黄金 那就是俄罗斯的盛产很多黄金 那就是他拿一些黄金来香港 买 而我们香港 就在当中里面 就给了一个机会 他们在我们香港那里 就拿了一些美金 就去走 那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 我的理解就是 放了俄罗斯 被制裁的一条 的活口和窗门 给他可以 就是吸引到钱 回去继续 就是欺负 扎田斯基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香港人 就是在中国的支持 或者是扩打之下 帮俄罗斯 撂利罗比克拿钱 那是不是换句话说 亦都是撂鬼拿命 会被西方世界 撂利罗比更加进行 更加 severe 的一种杯葛呢 我想请教一下 两位怎么看 这个议题里面 这个要交给高手 因为如果黄金 其实很多时候的来源 那些东西都没有适应 当然啦 譬如你在香港 在金店买金的时候 它会叫你 就是过数给现金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现金 买黄金 或者你有信用卡买都可以 但是到你买金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叫你 给那张 买金的时候 那张单去做一个参考的 就是有入有出这样的 那如果你在香港 假如有个party 它拿着一个黄金 它真的融化了 它卖了 那它拿了现金 进入银行 那在银行怎么看呢 这件事 那它就拿出一单 我卖了黄金 拿些现金来博 那银行还会追查它 那些黄金是哪里得来的呢 就是我不知道银行 现在说回现在银行开户口 大家不知道还没有记不记得 你开户口的时候 其实银行会跟你拿了身份证 拿了你的住址 拿了你的occupation 其实就是算几件事的 第一 你本身 你的国籍 是不是来自一个高风险国家 第二 拿了你的住址 就看看你是不是住在一些高风险的地区 原来你的实际的地址 原来是北韩的 或者你住在伊朗的 这些就是高风险地区 或者你持着一个信号 可能你有身份证 但身份证不是三个星 背底有一个北韩的信号 那这些就是高风险地区 或者是受制团队区 然后再看你的occupation 好了 你的occupation 原来我是做银行的 那银行就不算是高风险行业 但是不是的 原来我们做的一些 跟现金交易比较多的行业 比如说机舖 洗衣舖 就是那类的 cash incentive 那些 就是很难去追查 那些现金的行业 那些属于高风险行业 又或者你从事股董买卖 股董买卖就出了名字了 那这些就属于高风险行业 所以如果几个beta加起来 就会令到你变为一个我们叫高风险客 银行其实就要考虑 就是说第一 当你拿够钱进来的时候 银行就要问 就是查家宅 查三世 要追查 究竟你的source分是哪里 就是查家宅 所以说这些东西 其他的工资 所以可以说 就是有多大的整个 其他的工资 就是这个工资 就是做家宅 中国的工资 但是他就要做家宅 所以说 他们已经要做家宅 那些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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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本身個人是在銀行開到戶 在銀行有戶口才能夠放進去的嘛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和洛斯資金 其實你開戶已經是有困難的了 那又是反過來又是除非 原來你是借人戶口做事 那你和外面那些借戶口洗黑錢是沒有分別的 人家都會問你 人家都會問你 你說你用了一塊錢拿了一塊錢 我拿了一塊錢 去了周先生用了一塊錢 拿了一塊錢回來 人家就會問你 如果我是銀行我都會問你 你之前買金的那張單在不在 那你就要拿這些東西出來 否則就很麻煩了 那銀行其實對於這些例子 我相信銀行是會很清晰的 它要知道你不可以只是說你用了一塊錢 其實銀行都明知道你是這樣做的話 它都要追回頭看看你的那塊錢 究竟是哪裡來的 我明白了 高手說的情況就是 黃金買賣很難燒到銀行那一塊 我先這樣理解一下 銀行一定不會跟你冒險 你拿現金來 你就給督的身份證明我 然後我打爛三盤問盜督 包括你國籍和資金來源 那它做了事情 就應該銀行不會被它燒著的 所以這間黃金買賣中心 就應該不會跟銀行體系辣得著 就是說不可以拿這個藉口去辣著銀行體系去制裁 這個是第一點 因為銀行不會收這些錢 但是問題就是買入黃金那間公司 如果它用現金交收 又會不會被制裁呢 這個都是一個問號來的 因為你永遠就是 你的倉有多少錢呢 是沒有適應的嘛 即逢然打仗呢 那些錢都是走來走去的 即是在國家之間 那就是因為錢沒有適應 而且它不會在一個制裁的名單裡面 所以這一件事就很吊詭了 意思是我成為這個黃金買賣中心 簡單一點直接說 就是我成為一個支援俄羅斯融資打仗的基地 你直接這樣說 嗯 而它是不再掩飾的嘛 純粹就是這樣說 但是有困難的 因為你如果做黃金 trade這間公司 它要放這麼多現金在那裡的話 那你也同時之間有金庫也好 有很多黃金都會做買賣的 運作上我覺得不太符合邏輯 那我想請問 即是怎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 那就算你在這裏開個黃金中心 那那些客人是哪些人去做一個高的 trade呢 很簡單的現在的情況就是 就是那些等著要用美金去買資源的一些受制裁國家 就會抬黃金來換 嗯 這個原理就是這樣了 所以簡單說就是 可能是俄羅斯 中國 這樣諸如此類 那它們要做交易就是這樣 到最後的時候這些黃金都走到的 印度金需要買就不買你 那你就叫它給你美金 又可以的 過程裏面這一套東西是完全不需要跟銀行系統的 總之我做開這些買賣的人 我左手就是美金 我明白了 右手就是黃金 那我就蓬勃了這件事 但是那個過程裏面 誰做裝呢 會不會是你普通香港的金譜去做裝呢 不會啊 還是還是周珊珊和上面已經簽好了任何東西 安排了就是 總之呢 我們就做了你這樣的生意搞定 我不是周珊珊去幫俄羅斯花錢 不是 但是他做開這件事 他很熟悉紅頭 如果你要在香港下腳 剛才講的 就是上兩集都講的 新世界都送給他 可能他就 扔到這邊的錢頭 就會 喂 如果你又不能進行銀行體系 又給現金 你以前看的那些大圈的 打完劫回來怎麼辦 給折收而已 所以他一定會是給市價低 又給現金人 就是 到最後的時候 會不會是這個家族領錢呢 應該不是 可能是上面阿爺 借他這個方便來阿爺領錢而已 就是阿俄羅斯抬幾噸金過來 然後 給錢收 開個價錢給他 我們這樣收 最後那些金和錢都不是 那個代理人處理太多 可能抽個佣就算了 這個就是我看到 香港成為黃金交易中心的一個意義 就是這樣 那會不會涉及到市民的問題 那上面的東西 要開銀行 我覺得暫時燒不下 但他這樣說 那些叫甚麼 你被我救生艇 你那個老公催我不想像 他是用這個態度去做 可能同樣有沒有印象 剛才我有記憶 我剛剛就有一點醒悉 之前他們說 俄羅斯他們想找一個 就是外面的SWIFT system以外 去做一個分transfer的 我猜有可能是說你的黃金的交易就在香港做 然後離岸了可能在大陸背底 就用了Swift以外的系統 就做了一個分transfer 去可能去original country 或者其他的公司去接班 就是trade了黃金的所得分 有機會可能是這樣的 那這個Risk就會去了國內的行業 或者其他的我們叫銀號 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是不可能不一定會是 未必會是銀行的 可能是其他我們叫做一些叫FI 就是financial institution 但是又不是銀行那類又可能 但是我想它的實務操作 真的要有走出來才知道它背底在搞什麼 少林足球又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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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場面 令到他們的黃金儲備可以浮了出來 換了這些外幣 而借你香港過狗招 就是我自己覺得 一定是這個政治上的目的 它是有這樣的設施 香港有這樣的設施和配套可以做到這件事 做到這件事 所以它是很純粹地做 而且它會揣救美國 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會不會成功是另一件事 成功實在是成功的 那個問題是美國會不會想到 其他東西可以去堵截它 或者它在想一些方法 會不會在市場上 舉例 坐金價行不行呢 或者升到你害怕行不行呢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搞黃金的波動 即是它們一定將人際國長期有些辦法 會令到你不要過的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們暫時看不到 這個中心會動到銀行體系 令到銀行受制裁 就是這樣意思 明白 那麼我另一個 最後一個topic 都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當一個的香港政府 要搞一個AI 但是現在美國的財務部 已經是禁止了 美國的公司 不准投資在一些的香港 或者中國和馬交的任何AI的業務 又或者不讓一些人工智能的晶片 去到相關的地區買賣給它們 而我經常都聽 一些證券界的人說 在金融業裡面 一定要行一個AI主導的金融業 才可以維持到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AI怎麼可以在整件事裡面 發揮一個公用 令到金融業務更加地位鞏固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有否有人 AI30%投資在匯方 20%放在和王 然後15%就炒出一個option 這樣加起來 電腦分析就會怎樣 這樣這樣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還是怎樣 我不太明白 好了 我們回到大富豪爺總會的年代 有一晚舉行了夏威夷草群之夜 草群是真的 酒是真的 女都是真的 但是夏威夷沒有出現過 是一種feel來的 是的 在香港舉辦的夏威夷草群之夜 其實是整個夏威夷沒有出現過的 但是你的人就會聯想了怎樣 那裡是樹影婆娑 水清沙幼 然後扭腰 有些燒烤 烤菠蘿 是的 你跟別人說 AI就是一樣的事情 AI在哪裏出現過 在香港 是不是 這個情況就是 AI 現在我們所知的規模是怎樣 是所有的大公司 是說起一棟的機樓出來 裏面全部都是超級電腦在裏面 然後再加上你背後 是有很多的資料 可能是幾億人口的戶口 在裏面 把你的相片 把你的對白的內容 跟別人溝通的內容 全部都拿進去電腦裏面分析 學你怎樣說話 學你怎樣做事 學你怎樣去把一些事情 變成有效率 全部是用電腦去分析的 好了 我這樣解釋給你聽之後 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機樓 有沒有這樣的公司 有沒有這樣的資料 香港沒有 大陸有沒有 大陸有 大陸有之中 它那些內容 是全部監控之中 它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給你香港用呢 未必會給你香港用的 所以你說你一間香港公司 擁有一個AI 是很強的 其實是跟阿威爾的土群之一一樣的 你不要說這件事 發夢了 我覺得不會有 大陸有AI 會不會拿下來上市 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當它有這個AI的時候 共產黨一定是鎖著自己用 怎麼會益你們呢 我全部都要知道 但是你們什麼東西都不要知道 所以 香港搞AI 渺亡的程度就是 根本上是不會發生 整件事 連草菌都沒有 就是 就是 那個 那個 在香港搞AI 跟著搞金融 整件事 聽完之後好像很可行 最後怎樣 它就又用美國那個AI系統 去分析它的東西 就是 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所以 你說 香港 被人家制裁 不能投資AI公司 就是怎樣 就是 這個 夏威夷草群之一 是被美國註冊了 你連名字都不忍准用 它最忍頭痛是這樣的 這期 夏威夷草群 怎麼辦呢 說不得到 它們籌漲的東西 其實多些 在實際上 就算在美國 現在正在行AI的公司 包括你現在最新剛剛開始 Google都開始了 Germini出來 接著之後 你用的那些 什麼 GPT Polpilot 那些全部 已經是 給你平民化 在使用的時候 它們都 經營不到一個 好的利用 AI 是不是 Elon Musk說 拿AI去 但是我想問 一個問題就是 AI怎樣協助金融界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這件事 難道AI幫你看圖表 AI 可以代替了人們去做投資 我認為是否一定要需要這件事 才可以發展到整體的金融業呢 原來在什麼情況之下 放了手上多少的 這個 investment 出來 就有最大的回報 是不是 這個已經取代了 人腦的計算 來協助 他們可以賺得更多的錢呢 我想這件事未必是這樣 因為你如果是 用AI可以代替了人們去做投資 其實呢 也都有反AI的系統 對 如果你是永遠都是學人去做的時候 我違反了你的人性的時候 我就會贏你了 所以 這個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會在銷售上面 AI是幫到的 比如說老鶴 你想去看一隻理財的產品 我用什麼方法可以說服你 其實AI可以有很多種語境 令到你去接受 就幫助金融是這樣 但是你說去到投資那一下 或者去操作的時候 AI其實是在讀一些舊的東西 即是已有的東西它知道 未來的東西它其實是估計的 它可以用來下棋 那些規律非常清晰的東西 它會贏的 可以用來打官司 那些規律很清晰的東西 很OK的 但是你做買賣 還有做賭錢 就沒有譜的 我這樣說是偏破了 在那個投資市場不是賭錢 但是它比較像人的行為 很多是一幫賭徒在裡面走著 而你是去鼓吹 其實你也是在鼓的 所以呢 它成熟到可以必贏 賭親都贏 其實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它會遇到另一套AI 去跟它練過 那最後都會贏輸 那最後只有一個刺 不如用人去操作吧 我覺得會好一點 所以它那個所謂金融呢 就是幫你做銷售 幫你去做包裝 幫你去做一些叫什麼 用另一種角度去看這件事 它可能在雨景上面會很厲害 我也有機會 全是做一些很 我們叫做 scenario-based的prediction 什麼叫scenario-based的prediction呢 譬如說 好像剛才說的 洗黑錢的scenario 原來我遇上 那個人拿著一些 受砌藏國家的passport 而它又是 住在一些高風險的地區 然後也是做一些高風險的業務 而我洗黑錢的機會率就會很高 或者拿著多少錢進去 我們以前 舉個例子洗黑錢 幾個維度而已 第一 aggregate cash 就是說 它螞蟻搬屋 10元10元10元的搬進來 我就會預計到它 我可能會 compare 它以往 那個存錢 洗錢的pattern 而突然間轉了 我會覺得它可疑度高進的prediction 又或者它突然間 一個很大壓的進來 然後我們 找不到它那個資金 因為其實 舉個例子 你從第一下 第一個triggering bank 經過幾間的agent bank 已經是知道了 你怎麼收手套費 經哪一間銀行 是哪一間進來 是知道了 那如果你經過AI 就有機會去predict到 其實你這個錢 因為是經過這條路線 人家有機會是錢不乾淨 就會放一個alert 讓你去做重檢 我覺得application 可能是在這些位置 又或者會不會說 厲害到就說 你現在在這個moment 例如我們講的 縮出deposit那些 複雜一點 縮出deposit 譬如說 我現在就買 美金對柳子 然後估計 到期那天 美金是升還是跌 還是柳子高跌 那你永遠都是 如果你買錯東西 就收跌的貨幣 那你用了AI去估計 究竟 那一天 究竟你會贏 所以估計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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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作上 我還未見到 它的application 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嗯 對 我們要告一段落 要休息一下 高手 你應該差不多晚餐時間 都不是 過了 你也是 現在15點 是啊 要早點睡了 好 那我準備晚餐了 差不多 今天是這麼多 OK 好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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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